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了有说服力一点呢 我也是跑去客金买礼包了 礼包内容我之前也是做过列表给大家看了 不过我还是再放多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礼包会在这个活动期间每天更新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买了之后明天还可以再继续买 直到30天之后活动结束才会停止 我就算了一下如果把礼包全部买完的话 并且再加上现在我完成的任务呢 其实只能开一个统帅的技能而已 所以我选择开园翼金的技能 我看到有人测试说项羽搭配园翼金可以打败项羽搭配伟联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就来测试看看 虽然我的任务没有完成 不过这个礼包也是买掉它吧 要买就一次性买完 不要等 不要浪费时间 做人就是要好爽一点 哈哈哈哈 园翼金开了之后会增加防御力跟攻击力 那么这边我会去找我的队友测试看看 第一场是用元翼金搭配超超打对方的亚历山大军事坦丁 我的文明是德意志 对方是维京文明 双方都是狂热状态 都是带20万的兵量 不过我的VIP比较高一点 我是VIP17 对方是16 我的所有伤害是会有提升5%的 不过这里很显然可以看到元翼金超超是打不过亚历山大军事坦丁的 那有很大可能是因为我的超超还没有开技能的关系 所以打不过 不过你们可以很明显看到比起之前是真的好很多了 元翼金 这个是最后出来的战斗报告 可以看到我这边战损是比较亏一点的 虽然亏了一点 不过对方剩余的兵量其实也不多 剩下5万而已 部队争议 那由于我的超超技能还没有开 我就用了第二个测试 项羽搭配元翼金 对上项羽搭配威脸 不过由于我的文明是骑兵 文明再加上我有VIP17嘛 所以我打得赢对方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最后项羽威脸落败 看到这里的战损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亚历山大军事坦丁是差不多的 不过很显然对面是比较亏的 那是不是代表说项羽搭配元翼金会更好呢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讲的 毕竟威脸他的定位是辅助 虽然这里的报告是亏的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威脸他是有AOE的 并且他是有回复怒气的 更加不能忘记威脸他是团体的统帅 需要在群杖里面才会发挥他的作用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东西 有很多人拿来做单挑测试 其实都是不准确的 那就算这里拿来单挑测试来做比较的话 你们要知道项羽跟元翼金都是输出统帅 在部队争议方面也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加成 博物馆加成是攻击力加了25% 防御力增加20% 刚好就因为这两个拉开了距离 再加上我的文明跟VIP加成 所以对方输是正常的 最后我还是有用元翼金超超跟单挑之王理差来做测试 那一开始打的时候其实还好 不过到后来理差因为他会回血的关系嘛 所以他还是很难打下来 最后我也是中初打到一半我就没有打了 那这样子的测试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坦白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一直在强调单挑测试是最不准确的测试 那我相信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报告呢 基本上都是单挑测试的 我也有看到元翼金超超打关羽还有亚利桑大的报告 的确是可以打得赢的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亚利桑大的机制是有一点特别的 有概率性要触发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并且他的小护盾是不能叠加上去的 以团队来说亚利桑大的功能其实比他们还要更好 可以看到元翼金超超他们的功能主要都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整个团队 但是亚利桑大不同 他除了可以帮队友开护盾之外 还可以开debuff给敌人 所以我觉得单挑测试不代表什么东西 打个比方说理查吧 理查他单挑都是很强的 但实际上你带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效果又如何呢 那假设说你现在把元翼金超超博物馆里面的技能都开了 你带出去野战实战效果是怎样的 那我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报告全部都是单挑测试而已 我自己本人也没有办法测试了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打kvk 不过也因为看到这些单挑报告有很多玩家就跑去买礼包 把这些统帅他们的技能全部都开了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为什么我之前要问官方之后会被加入新的统帅 其实你们有想到我们正在绕圈子吗 就是我们回到第一代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是有选择性的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一样 以前kvk一我们能够觉醒的统帅就只有那几个而已 所以必不得已要把他们觉醒 那现在官方是给我们选择性 你要不要去开这个博物馆 要不要去开他们的技能 也给那些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 他们来不及觉醒最新的统帅 暂时用着先 而不是你已经有五对野战的统帅 或者是六七对已经有用的统帅 而再去把博物馆的角色再升上去 官方之后会加入新的统帅 意义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现在把第一代全部都已经升上去 开掉他们的技能之后 也就是说之后加入第二第三代 你所需要的花费还要更多 现在你看到的报告是第一代可以打赢第二第三代 但是你们看之后 可能是第二代可以打赢第四第五代统帅 那么你当初又把第一代的技能开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是真的很缺统帅没有统帅可以用吗 还是你纯粹只是收养或者是好奇心强把他们的技能开掉呢 不然的话等官方之后加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统帅进去之后 你的第一代统帅依然还是只能放在那里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跟你们讲 你们把博物馆里面的角色开掉一些技能 是你现在还有在用的统帅就好了 这里我给一些建议 元毅金曹操可以开他们的技能 因为他们的技能加成其实还蛮高的 查理马特 李承贵 穆罕默德二师也是我们俗称的炮王 最后是艾塞尔 除了这几个统帅是有开发的可能性之外 我觉得其他统帅不太建议去开掉他们的技能了 那我也是去问过官方 展示结晶跟文物结晶是可以保存到下一次的 所以你们可以留着等第二第三代再使用就好 其他的角色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除非你现在依然还在用着这个角色 你可以去把他的技能开掉之外 不然的话最好不要开 比方说我现在还有在用着的第一代统帅 只有李承贵跟艾塞尔而已 就连元毅金曹操 我现在也是没有什么用到 达成在也是没有用到元毅金了 最后我还是要奉劝各位理智一点 别因为看到很多测试报告结果出来 有一点出乎意料 你就把他的技能给开掉 那打个比方说 你们可以想一下 假设说如果之后关羽进入了博物馆 他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呢 目前关羽也算是步兵统帅里面的灵魂人物之一 假设说之后加的更强的话 不是更厉害吗 这里我先猜测官方未来趋势 那之前我们也强调过很多次嘛 第四第五代 其实他的强度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统帅是比较平衡一点 没有像之前那样 第二代统帅可能也仗比较好 但是到了第三代统帅 全部都是无敌的 甚至我们现在第五代统帅 有一些统帅 你不一定要把他给决心 比方说女骑兵 托郡金八加尔 本多宗圣苏莱曼一世 那这里肯定是会影响到官方 官方会觉得 现在课金的人好像比较少 因为我们现在统帅出的强度不够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第六代骑兵 他们的技能又好像回到以前那个时候了 相信之后的统帅强度也是会慢慢提升 这样官方才可以确保玩家 他们一定会去抽新的统帅 并且还可以另外赚多一笔 有些玩家会去升博物馆里面的角色 那边又额外赚了零用钱 因为官方的思想就是说 反正我们都已经开了博物馆 有些旧的统帅他们弱 没关系啊 我之后再丢去博物馆再加强就好了 所以官方不再担心 新的统帅就会更强的问题了 或者我换另外一个说法 你把这些统帅升上去之后 你确定他们可以打最新的统帅吗 在征服赛季才可以使用博物馆 顾名思义就是说 你用旧的统帅跟新的统帅打 现在官方给你们的感觉就是 新的统帅你要去觉醒很贵 但是你有旧的已经觉醒的统帅 但是升级过后又可以再用 因为费用不高所以你肯掏钱去升级 那以上就是我对博物馆的看法 跟未来的推测 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不过我这个说法也是最糟糕的情况啦 那也有可能官方不是这样子想的 有可能而已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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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